谁知道后悔的滋味,谁知道相思的滋味,谁知道在相思里后悔的滋味。 正如这长夜里风慢慢的凉,冰丝般的穿过掌心,像往事无声无息的从记忆的那头夺来。 戴青色面具,一双生黑的没有眼白的瞳孔,那么冷冷的天面盯上你。 撇一撇,心便咔嚓一声,裂了,十余年不过一梦,一梦里,一经余恨功魂断,年年翠阴亭树。 一梦里,十年凄凉,似青湖艳去五管巢荒。 一梦里,六巢旧事如流水,但寒烟衰草凝绿,一梦里,旧游无处不开寻。 无寻处,唯有少年心。 原来一梦。 他慢慢的,震动手中酒盏,在高树枝上,对着更高的月,摇摇一静。 月色清凉,如这杯中酒夜冷冽,清零零地在掌心中掠过,又像是那一刻他的眼神。 就着那样的眼神喝下这杯酒,便生生喝成了苦酒。 苦至此生,未曾领略过的滋味。 十四年前,他一品过那样的滋味。 那一年,他失了信,毁了诺,然而便失去了他的小小女孩。 那一年,他在黑暗的柜子里,邂逅他。 那一年,他在床褥下,寻着那朵小小玉莲花。 那一年,他听见她说,她是寒怜出生的最高贵的公主。 那一年,他迎着她的目光,他明明泪光模糊,却还给了她一个令她震撼的,属于成人沧桑而震撼的笑容。 那一年,他将她放在膝上,梳过她五年没梳过纠结的发,很好的发质,无人打理,满头乱生。 他慢慢地理那乱发,心上也像长了微蕊的草。 那一年,他将她抱在怀里,裹在厚厚的披风里,五岁的孩子长得像三岁,轻得像一岁,抱着她像抱着一只幼猫,极其安静而乖巧。 那一年,他原本打算带她走,然而,他突然听见诗书的声音,还隔着一个宫舍的诗书传音,要她过去一下,渐渐欲横。 他便将她放回,准备见了御航,再回头带走她。 走到一半,看见八岁的女孩匆匆而来,神情欣喜而急切。 她隐约听说过,这位公主,对她很感兴趣,曾经专门前使到无极拜访,至上问候。 她对那样的问候,静谢不明。 而那个年纪的她,还是少年,静谢不明,便真的是静谢不明。 不知道迂回婉转,不知道屈翼逢迎。 三十六计,躲为上。 她躲在宫墙之后,听诗书和玉衡在说话。 诗书似乎有点不愤,语气不太好听。 你看我那师兄,多事性子永远治不了,整日以天下正道为己任,这世间,那么多痴妹亡俩怪到邪术,岂是他们一门能消灭完的。 这不,做官做得好好的,突然说天降妖女,扰乱天地平衡,需除之。 说我在游历江湖,正好顺手给解决了。 师叔手指一敲桌子,嘖嘖连声。 笑话,茫茫人喊,到哪儿找一个大货人? 屋子里,玉衡也在笑。 你还有解决不了的事,这世上除了你师兄和你门中那群长老,还有谁是你解决不了的? 再说,你师兄既然有这个吩咐,肯定有说是什么人的。 嘖,师叔鼻子里哼了一声,就给了个大概的生辰,并说那女子多半出生时带有异象,可我在天下找了五年了,也未曾听说谁出生带有异象。 而生辰八字,女孩养在龟中,到哪里去吻人家生辰八字? 什么生辰八字? 玉衡似乎在不急不慢地喝茶,半天才问。 有机会我也帮你探听下。 师叔便说了,他当时便一震。 那生辰八字和他的只差一天,而他,寒连出生。 是他吗? 是他吗? 是他吧? 是他吧? 他的眼神那么奇特,明明只是五岁孩童,目光里却满是对这世事和人生近乎透彻的了悟和悲凉。 五岁的孩子知道疼痛,却未必懂得那般沉重的悲凉。 五岁的孩子被关在柜子里,满身褥窗,面黄肌瘦,骨节变形,最大的可能是残疾弱智。 然而他说话清晰,言词明朗,反应敏捷,甚至还有小小的幽默和古怪的言词。 他不是普通的孩子。 他心沉了沉,原本他还想着带走他。 如果有机会的话,向师父求恳也收他入门下,给他一份安定强大,无人敢于再欺负的光明生活。 然而现在看来,不能了。 他还要随师叔回师门,带着他迟早会被师叔发现。 他师门中人都有大神通,小小的他绝对瞒不过师叔,更不可能瞒过灵机通神的师尊。 他犹豫一刻,转身想趁师叔还没出来,赶紧先把他送出宫,想办法找人寄养,以后从师门回来,再接走他。 然而,他刚转过身子,师叔已经飘了出来,招呼他,走了。 他无奈只好随师叔离开,一路上他强逼着自己不能回头,却总在恍惚中,似乎听见他扶窗呼唤的声音,听见他不知道在哪里发出的求求和呼叫声。 他在那样的幻境里,脸色苍白,饱受折磨。 师叔发觉了,还取笑他,怕玄机公主,何至于怕成这样? 他怕师叔发觉,只好忍着,勉强地笑。 当晚,师叔又拉着他练功弹舞,这也是以前的惯例功课。 那晚,他心急如焚,坐虑不安,几次试图打断师叔,连催眠术都闹闲屎了,结果除了让师叔产生疑惑外,别无作用。 没有办法,师叔太过强大,不是十三岁的他可以应付。 即使是现在,他也不能。 直到第三天,他才找到一个可以离开师叔的机会,一路狂奔回头去玄机皇宫。 他来迟了,人去乌空,那柜子空空地开着,不仅那屋子,连整个宫室都空了。 更让他心神发冷的是,满屋子飘荡着浓厚不散的血腥气味。 他甚至在已经洗过的地下青砖缝里,发现已经发黑的血迹,密密麻麻到处都是,甚至还有细微的肉屑。 而那张床上,乍一看,没什么特别,只觉得颜色似乎变了,发白,变成发黑,散发着浓重的腥气。 用手一摸,满手淡红。 要多少的鲜血流出,才能把一张床整个染透。 他立在那里,立在秋叶如水的月色里,那一煞从头到脚冰冰凉。 谁遭遇了天下最惨的酷刑,谁发现了躲在柜子里的女孩,谁死在这张床上,将变身血肉横飞。 谁知道那五岁的小孩子,在这三天里面对了什么? 他甚至找不到人去询问,整个淫妃宫中的人大多都死了,连淫妃据说都暴毙了。 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查证,他还得赶回师叔身边,他来时一路狂奔,去时步履蹒跚。 他的生死不明,他的失信错过,像是一道铁锁,牢牢锁着他心头,从此再无一日卸下过。 后来,他试着向玄机提亲,他抱着万一的希望,假如是凤玄发现了他呢? 凤玄发现了他,他便有活路,无论如何,虎毒不食子。 也许,他娘亲会被杀,也许,盈妃会被迁怒。 但是,作为皇女的他,无论如何是皇族血脉,玄机皇后再跋扈,也无法当着凤玄的面杀掉他女儿。 他求取玄机陛下最小的韩莲出生的女儿。 他不知道她的名字,他也知道她没有名字,只能这样形容。 那头很快有了回音,玄机皇帝欣然应下,得到消息时,他狂喜万分,以为他确实被凤玄救下。 但是双方交换耕铁时,他知道有人莫名顶替了。 耕铁上是凤敬范,生辰八字也不对。 而此时,五州大陆也开始传开凤敬范寒莲出生的传说。 但是,似乎没有人想过,为什么到凤敬范八岁,才会传出他寒莲出生的说法。 而凤敬范这个名字,如果他没记错的话,当初小公主前时求见他的时候,拜帖上写的是凤敬范顿手。 一字之差,为了向佛陀莲花靠拢,他连名字都改了。 而世人听见那些传闻,往往也不会多想。 这样一年年传下来,凤敬范便真的寒莲出生了。 随着年深日久,越发没有人想得起当初那个寒莲出生的传说具体发生的日期。 但他记得,但他知道,他坚决要求退婚。 为此,他远赴玄机,凤玄为了挽回婚姻,连玄机图都拿出来了。 这图一拿,他反而更确定,凤敬范见过那孩子。 如果没见过,如何能知道玄机图的内容? 既然他见过,他便是那惨案发生的最大嫌疑人。 他为此,被他施了设心之数。 当年,他那功力还不纯属,但是勉勉强强也摸出了那夜发生的事。 果然是凤敬范告了密,皇后暴怒,当即命人对徐婉施行,并处理掉了凤无名。 凤敬范的记忆到了徐婉施行那里,便模糊不清。 小小年纪的他,看见那样惨烈的一幕,纵然天赋凉薄,也承受不起,他也直觉地避开了。 他却被那处理两次打击的一个亮枪,扶住术,久久不能言语。 那一刻,他注视着一脸茫然的凤敬范,在这个小小女孩脸上,看见继承自玄姬皇后的狠毒阴冷。 这个孩子杀了另一个孩子,小小年纪蛇蝎心肠,竟然还试图欺骗他,有什么理由留着? 他伸出手去,却被玉衡来下。 玉衡从来都是他们母女的保护神,也常年隐居在玄姬皇宫。 多年未曾离开玄姬,正因为他在,还是少年的他没有办法杀掉他想杀的人,没有办法更进一步在玄姬皇宫查探那业真相,那个强大的偏偏又对那蛇蝎女子忠心耿耿的男人,是横在他们面前的一道无可撼动的保护的墙。 无论奉玄,还是他,那时都越不过。 他默然离开,武力不敌还有别的办法,最起码他可以不叫那个贾莲花。 他用尽手段,终于退了婚。 至于玄姬皇室,那个密而不宣的要求,他无所谓。 总之,无论如何,奉敬范永远不会是他的妻子。 但是那个小小女孩,他却直觉地认为,他没有死。 他不相信他会死,那个奇特的眼眸明亮而苍凉。 历经五年最黑暗岁月,依旧不改本性里的光芒闪烁的女子。 上天让其降生,必然有其使命。 不该无声无息被命运解决,换得早腰的下场。 他要找到他,然后让他自己决定要不要报仇。 他要将那些人留给他去亲手报仇。 如果这辈子找不到凤无明,他会赶在他们死之前帮他解决。 后来,他懒于政治,有点时间便微服出游,希望有机会碰见记忆里眼神沧桑的孩子。 然后,那年那一夜,太渊玄园山上,天地森凉,月色下松涛震震。 他在月色中舞剑,默然回首,看见被人推下山崖的女子,从山崖下缓缓升起。 他看见少女的眼眸,明锐,森凉,带着不属于那个年纪的脆火般的沧桑。 那样的沧桑,如此细微,又如此深重。 在那年轻娇嫩的脸上,如此不协调。 就像很多年前的那个五岁孩子,用五岁的容颜传递二十多岁般的悲凉。 他的心在那一刻微痛,为这般深藏在记忆里瞬间重叠的眼神。 于是,他魄力接近她。 自从奉敬范之后,他其实很不愿意靠近女人。 激进她,知道她,知道她,重叠她,重叠她,爱上她。 那些日子里,他从遥远的五岁奔来,和他的记忆渐渐一丝一缕地对上。 他有了太多的改变,身体相貌精神,甚至连骨骼都脱胎换骨。 然而那眼眸中神采不变,那黑暗岁月里,勇于坚持的气质不变,那逆境中,时时保持内心强大的坚毅不变,那遇见温存和细血后,不自然的尴尬和失措,不变。 然而从此,他便懂得了什么叫患得患失。 他失去了五岁之前的记忆,他对此又喜又忧。 喜的是那样悲凉的过去,不记得也好,忘记那些苦,忘记他的失信悔诺的错,还能保留住一个内心完整光润,不曾被世事狠辣之刀狠狠伤害的他。 忧的是,任何记忆封锁其实都有期限,而一旦他有招一日记起,他却又要如何面对? 而一旦他记起,他又如何面对他? 他无数次地和自己说,不告诉他,不告诉他,是因为他觉得和报仇比起来,他始终觉得他的快乐更重要。 然而内心里,他亦无数次问自己,当真完全如此,而不是害怕真相揭开那一刻,本就不愿接近爱情的他,会退得更远。 他会因那样绝境苦难里,未曾获得他的拯救,而心生寒冷,从而化下和他之间永不可逾越的鸿沟。 他是长僧无极,世人说他天纵智慧,一生里步步为营,翻覆风云。 世人都说他不会错,不会错,不会错,永远缜密严谨算无一策的无极太子。 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,自己这一生,错过一次,一次便是永生难熟的罪。 看见老陆画下的第二幅画那一刻,他浑身突然变凉了,堕入世间最冷的冰窟里,小小的凤无明对他撒谎,他知道,但是他真的不知道他所面对的是那样的残忍的欺辱。 那幅画里,障瞒后是那个柜子,他知道,而那太监的动作,出身皇家的他也明白,明白当年的他经历了什么。 五年,一千八百个日日夜夜,他是那样度过的。 不仅有饥饿,有入窗,有寒冷,有酷热,有不见天日的黑暗,有日日捆绑的苦。 还有这胜过一切折磨的心灵的酷刑。 而他,却在那样的时刻,在给了他满心期盼的自由希望后,抛下他,留他再入苦难,继续面对老陆的侮辱,面对这世间最最残酷的结局。 留他在黑暗中哭喊,在黑暗中呼救,在黑暗中,面对亲生母亲,惨绝人寰的死,永远无人应答。 情何以堪,他错了,他当时便应该回去,哪怕被师叔撒谎,哪怕得罪师门,哪怕冒险应对师门的追杀,也要将他带走。 他不该心存侥幸,想着都藏了那么久,也平安无事,多等几天,应该没关系。 命运不等人,大错终筑成。 何况扶摇的遭遇,很大一部分和他有关。 如果不是师叔路过玄机皇宫,突然要去拜访玉衡,如果他不是因为等得不耐烦,四处乱逛遇见他,如果他不曾出现,引得奉敬范追踪而至,扶摇不会被发现。 也许在以后的日子里,就算那次不被发现,日渐长大的扶摇迟早会被找出。 遭遇那样的命运,但是无论如何,那一夜使他无心中带来噩梦般的后果。 因了这样的后果,他负着沉重的罪,加倍地想补偿他。 然而事发之后,再多的弥补,也终难填平那巨大的疼痛的鸿沟。 有时在想,抹平那过去的人和事吧,把所有和当年有关的人都无声解决,他这一生便永无知道真相的机会。 然而却又知道,他无权这么自私。 破九霄需要人世间来自肉体和心灵的最疼痛磨练,并安然度过那些磨练,才有可能真正迈入巅峰。 身世之痛对孟夫瑶来说,固然是彻骨的打击。 但同时,也是千载难逢的提升机会,他没有权利扼杀掉这样宝贵的机会。 哪怕留下这样的机会,意味着不给他自己机会。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,他不停歇地锻造扶摇筋骨,充实扶摇真力,修补扶摇经脉,便是因为害怕扶摇如果不够强大,在打击到来兵临提升时,无力控制而走火入魔。 那反而是害了他。 如今的扶摇已经足够能力控制,他相信也不再担心。 至于他自己,掌僧无极笑笑,笑以透明单薄如碎裂的一片玉白薄瓷。 他抬起手,似乎觉得月光有些刺眼般遮住了眼。 掌心里,玉白的莲花,在月色的光影里,清晰分明,栩栩如生。 他出神地看着,眼光浮浮沉沉,在岁月的下细里。 无极,你手心里的莲花印记出身便有,而且越来越深。 莫不意味着,你将来的妻,是朵玉莲花。 三四岁的他坐在父皇膝头,翻父皇的奏折,听父皇唠唠叨第一万次谈他这朵莲花。 顺手便把奏章上的批肤改了。 赶年儿,给你在全天下找莲花般的女子。 父皇抱着他悠悠笑,一脸欣喜地身亡。 什么样的莲花配得上我家无极呢? 他扭头,清晰地道。 不管是不是莲花,首先得是个好女人。 父皇瞪大眼睛,似乎想不到三四岁的儿子会和他谈起好女人的问题,忍不住笑问。 无极认为什么样的女人是好女人。 他扭回头去,继续改掉他看不顺眼的奏章。 会抱我,会为我哭。 身后的父皇沉默了,他也沉默,抿着唇不言语。 纵然有一万次父亲的拥抱,可是没有一次母亲的拥抱的他依旧觉得冷而空虚。 童年的记忆,对他来说,很多都很清晰。 尤其这段对话,更清晰。 时常在心中翻腾而起,每略过一次都忍不住苦笑一下。 何其简单的要求,对他却有何其的难。 十三年岁月,没有人真正靠近他。 世人说,他天纵奇才,心思诡诈,不敢接近。 父皇亲切慈祥,却因多病,有心无力。 母后,母后从来都不需要他。 直到十三岁那年,初遇他,因为觉得同病相怜,他难得地温情待他,当时并没有多想。 然而,当他给他梳头时,他回首看他,那一刻的眼神令他心中怦然一震。 那一刻心中突然飘过一句话,他在为我哭,因为了解,因为同情,因为深刻的同样的寂寞,因为知道那过早成熟的小小少年光滑外表下的苦涩内心。 那一傻,最亲近的人都不曾给他的东西,他给了。 而那朵小小的莲花握尽掌心时,他几乎是立即便下定了决心。 他便是他的那朵莲花,于是便有了玄机图,他轻轻巧巧却又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终生签给了他。 只是到的如今,他未必肯要了吧。 长松无极淡淡地笑着,就一斤森凉的月色,清酒谦卑。 从月上喝到最为深黑的黎明,从最黑暗的黎明喝到天际余白晨曦出路,一斤装得醉裂的酒坛子,从树上堆到树下,满院子飘散富裕的酒香。 他一声自控,一声警醒,一声里海量不醉。 然而只要是人,哪有不醉的时候,正如只要是人,便不可能永远不错。 何况那酒,水银斑入心,嗜魂穿肠。 他越喝身子越重,越喝酒越清洒越多。 最后一壶酒,他只喝了一半,突然,衣袖一阵,歪歪斜斜地将酒坛砸了出去。 撞在下方墙壁上,砰的一声,碎得淋漓似箭。 随即,他身子下后一倒,从树上落了下去。 他醉。 这一夜,有人破例在醉。 这一夜,有人沉默清醒。 孟夫瑶端坐在黑暗的房中。 东西凌落满地,也没有收拾。 他在一怀冰凉里,平静着。 其实,他从未真正想依靠过任何人,从未真正对这寒冷人士抱过温暖的期望。 现实的森冷,两世为人的他,比谁都清楚。 他也以为自己早已清楚到壁垒森严,永不会被摧毁。 然而当那样的事实真的到了眼前,还是不能自意地觉得冷。 原来,人可以不相信温暖,却还是不由自主地期盼温暖,便如飞蛾明之扑火的结局,依旧不能消除血液里天生向往光明的本性。 光明? 孟夫瑶几窍地笑了下,除了自己做个发光体,否则没有人可以给你光明。 他闭上眼,默默调息,既然什么时候都不可以依靠,那自然要靠自己。 他要强,比强更强,才能离开这见鬼的华丽却冰窟般的世界,找回他前世小屋里简陋却质朴的烛光里的温暖。 至于那些纠缠的过往,那些属于长松无极和宗月的过错,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追索。 也许,他们欠过他,但是这些年的轻心扶持,已经足够补偿。 他难忘愿,却也记得恩。 没有长松无极和宗月,就没有今天的孟夫瑶。 就算当年的长松无极救了他,谁知道他之后的命运又会是怎样。 生命兜兜转转,树在命树里的墙其实一直都在,保不准换个方向,他会以另一种方式,头破血流。 什么是最惨? 没有对比,谁知道,当初那种结局,就一定是最惨。 他孟夫瑶口口声声喊着,我命由我不由天,其实那命树从来都掌握在天意手中吧。 既然如此,何必罪及他人? 这样想着,心里那种冰块捂着味的寒意,稍微消散了些。 忍不住,树尔听了听动静。 那两个人很安静,一个默然回房,还有一个不知道去了哪里。 他隐约闻见酒香,有点诧异,长僧无极,主动去喝酒了。 过了一会儿,前夜里隐约传来扑通一声,他听见了,眉声动了动。 桌子上,一腿前一腿后,始终保持既想奔出去安慰主子,又想留下来带主子安慰孟福瑶的两难姿势的元宝大人。 听见这一声,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,嘎的一声,本来就在摇摇欲坠的劈叉,这下直接劈成了一字马。 孟福瑶看看元宝大人,元宝大人看看孟福瑶,四肢微微湿润的眼珠子碰在一起。 后者露出起怜的神色,上次假冒长僧无极惹出祸端,元宝大人也这样起怜来着,结果被做了汉堡。 孟福瑶默不作声,用手指头将元宝大人往外推了推,元宝大人趁势抱住他手指头。 刚才孟福瑶根本不给他碰他,做往外拽的姿势,自然是拽不动的,不过表达一个意思而已。 孟福瑶不动,任他转,却突然轻轻道。 哎,你脑子真不好用了,我们关系不好,你正好可以承虚而入。 元宝大人立即刷的回头,鼓起大黑眼睛,狠狠瞪孟福瑶。 成虚而入,不是这个惩罚。 我家主子那么容易给人成的嘛,我们提倡公平竞争,不提倡玩弄手段。 何况,他沮丧的扫扫短尾,和主子的心情比起来,他的爱情是可以退让一步的。 孟福瑶叹息一声,轻轻拨开他,示意他自己去。 元宝大人泱泱,驮着月光留下一个垂头丧气的背影。 他这一去,便没有回来。 孟福瑶调息了一阵,睁开眼看看,有点疑惑,想想没动,再调息一阵,睁开眼看看,皱起了眉头,还是没动。 直到一个大周天运行完毕,他看了看空荡荡的桌面,听前院毫无动静,终于还是跨下了床。 他推开门,四面毫无声息,宗月的屋子连个呼吸声都听不见。 想了想,他换过铁城,对宗月那里指了指。 铁城会议过去,孟福瑶立在门口,叹息一声,出门。 经过前院时,看见满地的酒坛子,长僧无极盘膝坐在树下,元宝大人默默在一边守着,看见他过来欢心鼓舞的要去拉他,孟福瑶二话不说,快步走了过去。 元宝大人将在半路上,傻傻地看孟福瑶头也不回地离开,含着爪子回头看长僧无极。 长僧无极缓缓睁开眼,神色平静地看一眼孟福瑶背影,将他抱了回来。 他轻轻抚摸着元宝大人,静静仰头,看天际浮云,元宝大人则无声地将脑袋埋在了他怀中。 孟福瑶悄悄去了九皇女府,事情到了这个地步,已经不是他想不管便可以扔一边,纵然他终生不认为凤家人,但是属于他和凤家的仇,一定要报。 玄机皇宫最大的阻碍在玉衡,而要除掉玉衡只有先除皇后,但以玉衡保护皇后那个紧密法,除非让他单独出宫, 否则再无空子可以钻。 现在这个乱糟糟的局势,皇后怎么可能出宫? 没有机会创造机会,这本就是孟福瑶擅长的招数。 那天,他和九皇女商量了很久,回来时,街道战北野飞歌传书。 徐出兵否? 孟福瑶沉思两久,事意寄予答复,且看着,他和长松无极宗月,还是住在一个屋檐下。 宗月似乎很忙碌,养伤中也不忘见他在玄机的属下,宗月的广德堂,虽然遍布五洲大陆,但在玄机是发展得最早,势力最大的。 经过这么些年经营,可谓一声粗而万声硬。 孟福瑶和长松无极从北京一路过来时,得到不少助力。 宗月似乎还出去过一次,撑着带伤的身子,回来后气色更加憔悴,却当晚给孟福瑶递了封信。 孟福瑶看完信,漠然良久,想着,这都怎么了? 关系那么亲近的几个人,突然便退回了原点。 如今,就隔壁住着,还要投书,忍不住翘起嘴角一笑,笑到一半那味道却又变了,瑟瑟的苦。 长松无极也很沉默,几乎闭门不出。 他和宗月都似乎想留下时间给他好好想清楚,又或者,再自伤。 但孟福瑶知道,他不会什么事都不做。 他们三个人,都不是那种被事情一打击,便躺倒在床,怨天游人行。 他们是带刺的弹簧,压下去,迟早都会血光亮眼的弹出来。 隔了几日,九皇女和十皇女,突然都病了。 两人,一人是荣贵妃的小女儿,一个是皇后长女,都是玄机皇朝地位尊贵的皇女,却素来没有交集,一起病,也完全是偶然。 九皇女因为同城之乱,去静安寺拜佛,回来时,在路上,突然,嚷了头痛发病,恰巧碰上十皇女车架,好歹是姐妹。 十皇女自然要去问寻一番,也就隔着帘子问了几句,她很小心,连车都没进,不想,回府便躺倒了。 两人症状相似,都是水米不尽,脸色通红,夜淡狂雨,如见鬼神,太医们齐齐束手。 荣贵妃和皇后,寻了民间名医去看,都说,招了阴气,中邪了。 皇后当即斥为无稽,堂堂皇家金之玉叶,最是堂皇光明,鬼神退避之体,好好的,怎么会中邪? 这样说着,底气却有些虚。 靖安寺是皇寺,坐落在皇城宫墙外西南角,从靖安寺回皇里门的府邸时,要经过皇城西南,而那里,历来是发落旧时有罪宫人的地方,别的没有,死人最多。 哪家皇宫的营粮重武之下,没有盘旋着屈死者的冤魂,何况玄姬皇宫。 何况在玄姬皇后统治下的玄姬皇宫。 玄姬比起其他几国,国立啊,疆土啊,都不算大国。 但是比起后宫里死的人,绝对是当仁不让的第一。 人杀多了,总是要心虚的。 何况,荣英后宫杀手第一名的玄姬皇后,随着年纪增长,宿命论影响越发的重。 以前玄姬皇后对痴瞻念佛不屑一顾,现在偶尔也会摘戒一下,这个诊断传进宫,她倒是真的上心了。 有心将女儿接进宫来,但是这种重邪是皇宫最记的,何况她自己也心虚也怕。 眼见着荣贵妃天天哭哭啼啼的往九皇女府中跑,早上带着一堆珍稀药物出宫,晚上斜着两个红种眼抛回来,玄姬皇后渐渐有些坐不住了。 她几次遇待出宫,玉衡不同意,很明确地告诉她,你若去了公主府,我很难保护好你,毕竟你们女人内侍我不宜进去。 石皇女府那个地方,当初玄旨极讲究,是个奉钱之地,对女子是极好,但对我练的这种极阳童子功有些忌讳。 她态度坚决,玄姬皇后说了几次,想着外面确实不安全,也便算了,她其实并没有往坏的地方都想。 九皇女不也病得快死了,荣贵妃在这么乱的京城里天天出入,不也没事? 卫帝就是那么巧,冲着她来的。 此时已近四月,离新皇继位之期不过几天,同城三军对峙的状态还未解决。 除了紫披风和铁卫,真正的军力并没有大胆到敢于就这样动手。 毕竟,无论谁先扯起反旗,必定引得群起公知,会是最先倒霉的那个,大家都在挡着陛下旨意,等着新帝王继位,或者强有力的将玄姬这一场乱火压下,或者被这一场乱火强有力的压下。 僵持着的玄姬京城,等着一场变,而这场变,目前握在谁的手中,谁也不知道。 四月初二 微雨 一大早,玄姬皇后便醒了,隔着侍女半卷的帘子,看着窗外春雨如油,花木阴脆润泽,本来是很赏心悦目的事。 不知怎的,却心乱如麻,坐起来发吃半赏,心里空落落的。 突然想起,很多年前那个秋天,在那狭小的黑屋子里,那个女子被绑在床上,当她骂她不知羞耻,勾引圣上时,那女子勉力抬起头,发出的撕心裂肺的诅咒。 恶父,终有一日,你亦会羞耻而死。 她想到这句话,想起那夜,惨惨油灯下,白骨溅露的女子,想起她已经没有了眼白,只剩无牙的疼痛的黑的毛子。 那样近乎妖艺的毛子,在那般昏黄血红的光影里,死死盯住她,一直到死,再也没闭上。 她突然机灵灵,打了个寒颤,随即她便听见哭声,一大群人黄急的窜过来,窜过去。 拥着来不及梳洗淡妆凌落的容贵妃,闹哄哄的进了她店中,她听得烦躁,忍不住急行到廊下怒斥。 让什么,成何体统? 皇后! 容贵妃连跪也不跪,站在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 我那宁儿不成了,今日我要去救她。 你拿什么救? 皇后听得好笑,邪逆她。 用你通神的医术? 来了个通选的法师,为宁儿做法了,但要母系亲人,单身手上一日夜。 容贵妃仿佛没听见她的讽刺,坚决地倒。 妾妃今晚不能回宫了,请娘娘,允准。 哦? 皇后心倒动了动,有心不许她去。 可看素来委婉退让的容飞这个坚决样,不许她去,她是立即便要扑过来拼命。 再说,她自己也确实挂心自己的十皇女,若是容氏的九皇女治好了,自家女儿,也得有救了。 于是,也变硬了。 隔了一昼夜,容飞神色憔悴,但是喜气洋洋地回来,说丹宁已经能坐起来喝粥了。 接着,十皇女的消息传来越发不好了,皇后这下再也坐不住,转身就进了殿找玉衡。 接着,亲信工人便听见隐约的乌夜声、哭骂声、摔东西声,好一阵狂风暴雨。 工人们悄悄对视一眼,无声无息,嘴角一撇,百事不爽的三部曲又开始了。 过不多时,风平浪静,皇后梳洗打扮,掩去泪痕,传令起驾。 她急匆匆去了十皇女府,为了安全,她勉强听从玉衡的建议,放下架子和她并坐一辆不张扬的马车,从宫后一条皇家侧道,去了十皇女府。 一路上,她心中难免紧张,手脚在裙子里揉捏不休,也不知道是因为她所说的未知危险而紧张,还是因她这个人所紧张。 她还从未和玉衡做得这么近过。 玉衡练童子功,不计女色,而她亦谨守男女之房,从不给玉衡靠近她的机会。 她是玄机皇后,母仪天下,她的尊贵和身份不允许她接受别的男人的碰触。 世人积朝她凶恶暴力,不当为厚,用后宫那些杀戮论她的罪,她不以为然。 她的丈夫为什么要给别人分享? 一个女人为捍卫自己地位和专宠,本就能做出任何事来。 她也是读书的。 前朝那些史书,哪家后宫没有幽魂,哪家皇座下没有白骨,别人能做,她为什么不能? 马车悠悠地晃着,车子是女子相连,不大,塞了两个人满满当当。 玉衡的腿随着马车的晃动,不断碰过来,她让了让,却没处让。 空间太小,心境紧张,感觉便越发细微灵敏。 隔着薄薄公裙,在那一碰一碰中,感受到身边男子长头下有力坚实的肌肤。 那紧绷的触感令她心中一跳,恍惚间想起凤玄松弛苍老的机体,到处犯着老人般。 同样是男子,凤玄年纪还小些,如何相差这么大? 她今年四十,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。 凤玄却早露老太,防释不举,两人将近有一年的时间没有亲热过。 她曾一心凤玄与露给别人享用了,在她身上便欲振乏力。 然而没有,凤玄是真的老了。 而玉衡真正看起来还在壮年,十强者听说都铸言有数。 尤其玉衡,自幼,童子宫练得千遍万化,坚实难摧,一双细长练艳的眼睛多少年都波光如水。 这般想着,心变荡了荡,然而也只是一荡而已,玄机皇后随即便眼观鼻,鼻观心,坐正身子,和男女之欢比起来,地位和尊容自然更重要些,她得忍着。 车子很快到了十皇女府,一路上风平浪静,玄机皇后松了口气,又像自己被玉衡那德性传染了,草木皆宾的惹人笑话。 十皇女府沉浸的矗立在细雨萌萌里,院内高楼上一盏黄灯飘摇,意味家宅不宁,有人恶病。 皇后很快下了车,却没听见身后跟上来的脚步声,她疑惑地回头,便见玉衡仍然坐在车中,神色凝重地看着那盏黄灯,半晌突然道。 您,我们回去吧。 玄机皇后皱一皱,怒火立即窜上来,压着喉咙尖声道,你疯了,都到了门口,还回去。 回去,玉衡坚决地道,我要对你我负责。 我要对我女儿负责。 玄机皇后怒急拂袖,台步就往府中走。 不是你的孩子,你不知道心痛。 您。 衣袖突然被她拉住,玉衡在雨中探身下来,难得得神色胶着。 听我的,回去。 听得这般急迫语气,玄机皇后倒犹疑了一下,她并不是蠢人,多年和玉衡相处,也知道她的脾性,当下道。 有危险。 玉衡又看了一眼那灯,神色有点茫然地道。 也许。 昏愧,玄机皇后听得这句,立即怒从心起,重重一甩袖,将她甩开。 你当真是被几个小辈吓破胆了? 十皇女府,本身就有护卫三千,外围还有御林军。 他们有什么胆量,公然攻入十皇女府,就算攻进来,你怕。 她直问到玉衡脸上,你怕,你怕。 不是这个。 玉衡张了张嘴,似乎想说什么,却没有说出来,半赏道。 总之,你要记得,我什么时候害过你。 你是没害我,但你现在在害我女儿。 玄机皇后冷然一哼,离也不理,长驱直入。 玉衡大人,本宫知道你的命要紧,你先回去躲起来吧,本宫自己进去。 她当真便不理她,步子蹬蹬地在十皇女府迎出来的家人引导下进门。 玉衡正正立在雨中,也忘记了运气防御,半赏竟被淋个透湿。 她恍恍惚呼呼想起,这些年,自己和她吵架次数也确实不少了。 但是这样不顾而去,还是第一次。 她又抬头,看了看那灯。 那灯,实在没什么异常的。 包括整个十皇女府,在她的感应下都没有任何杀技。 她之所以因为一盏灯便果足不前。 其实只是因为十四年前一句话而已。 十四年前,旧有来访,两人抱茶清谈时,她曾玩笑问过对方,某兽几何,死于何地? 答,黄灯,运脚。 她不解,追着问,那老家伙抱着茶盏,好半天才到。 黄灯就是黄灯。 她不死心,又问运脚,那家伙笑起来,道。 写诗的运脚你不知道,四生你不知道,平生赏生去生入生,连起来嘛,平赏去入。 她当即喷了茶,跳起来,把那家伙好好算了一顿。 什么平赏去入? 这等婚话,她玉衡一辈子练的是童子功,哪来的平赏去入? 然而今日见黄灯,要说黄灯,这辈子也见过不少,最初也连想起这话,坠坠不安过,然而次数多了也没事,忍不住又笑那家伙不灵。 可是今日,再见那灯,不知怎的,心就怦怦地跳起来。 可是终究不能退,她在危险处。 她这一生,就从没有置她于险地而自己抽身离去的事。 再说,能发生什么呢? 堂堂玉衡,石墙第四,被一盏见过多次的黄灯吓跑,气下心爱的女人不顾,这也实在太荒唐了。 她立在雨中,深吸一口气,压下那一刻的躁动与不安,追着她的脚步,进府。 春雨将露面打湿,倒映着黄色灯笼光影油润,皇后见她跟进来,嘴角浮现一抹得意的笑意,却又说皇女之病不宜外人冲撞,将她阻在门外。 玉衡本来就不想进去,在外间坐了下来,石皇女府这种地方不适合她督待,一进入便觉得浑身不对劲,干脆闭目调膝。 四周空气很沉静,听得见僧人念经祈福之声,隐约还有皇后虔诚告导的语气。 内室里燃着香,她仔细闻了闻,很正常的名贵檀香,没有一丝异扬。 她的心渐渐定了下来,一片空明明镜中,听见远处庆安寺,谭中长鸣悠悠之声。 高楼上的黄灯始终在风中滴溜溜转着,正转,反转,正转。 不知怎的,那灯突然歪了一歪,坠在楼前地面上,无声无息地烧了起来。 玉衡睁开眼,没有动。 一个小丝从她身边过,过一身浓重的檀香,扑向那团燃起的灯笼。 又拍又打地将火踩灭,地上扬起一些灰,她身上也染了些,一边拍打着,一边进来,和赶来的丫鬟笑道。 姐姐们看着去,我去换个灯来。 她从玉衡身边经过,玉衡突然一抬手,抓住了她。 这一抓,分筋错骨,那小丝挨压一声大叫,瞬间痛得,屁肋横流,脸都变形了,缩成一团,抬起头乌叶地吻。 咕咕咕咕咕咕,贵客人,是,是,是,什么? 玉衡那一抓,便知道她不会武功,仔细看了一下,实在看不出什么可疑,一抬手,将那小丝一扔,淡淡的。 都出去,此处不许人走动。 你管得太多。 皇后从帘子后探出头来。 皇女这里需要人适应,何况,这是府中佳生子小丝,本宫都认识。 出去。 玉衡语气淡淡,却不容质疑。 皇后犹豫了一下,挥挥手,示意众人都出去,连那通选法师都闭了开去。 他出去时,玉衡斜眼瞄了一下,一个武功平平的和尚,顶着深重的戒疤。 四面安静了下来,现在连黄灯也没有了。 玉衡平静地笑了一下,继续入定。 然而这次,却入不成了,不知道哪里开始热,也不是从下腹,也不是从丹田,倒像是从四肢开始,像掌心里轰着了小小的火焰。 先不觉得什么,随即便一点一点蔓延开来,那热也不是肌肤表面的,而是销魂弑骨,越过筋脉,越过血肉,直接进入了肺腑。 进去后,便开始痒,速速地痒,像温润的丁香小蛇,缠绵地舔过身体内部的每一寸。 锁精之处都长出了飘摇的草,那草越长越长,绳索般撩拨着它的身体。 隐约听见血液在欢呼,骨骼在抽结,丹田在跑马,某处地方越收越紧,心深处的空,却越发的空。 他心中轰然一声,便是一声没有接触女色,也知道种了那种东西了。 此时,已经不是追究何时着了道儿的时候,赶紧调动真气去压制。 不想,真气一动,便如火上浇油,轰一声,全身都烟花四射了。 欲望也是弹簧,压得越紧,弹得越高,越是同男子,破戒时越高低,泄红一发不可收。 如玉衡一声同男子,却不能静心寡欲,深山修炼。 多年来,静淫于阴气重重的皇宫,相伴女性身侧,不沾染也得沾染。 以往靠爵士武功之称,靠皇宫里专门的镜室氧气,如今在这里,却终究没有了纳费依障。 自然,她之所以这样,还因为中了一个人常年累月的算计。 只是,也许她这一声,都不能知道了。 她如烟花四射,天地瞬间白亮如电。 那一片白光里,她突然听见皇后一声嘀嘀惊呼。 那声嘀嘀刚入耳,她便射了进去,厚重莲目,一扬又落。 紧张后,皇后手按心口,惊诧地瞪着她,道。 华儿好像醒了一下,突然反应过了,树梅道。 你进来干什么? 出去出去,不得犯冲。 玉衡漠不作声地扑了过去。 她扑倒她,用梦里夜里无数次模拟过的姿势。 手起手落一声尖利的烈薄声响,她的金红衣裙已经飘然落地。 她似被吓住,张着红唇不能言语,她却因那如玉如雪的一团而越发兴奋。 手一纳,便纳住了她的肩。 一阵猛撕猛扯,瞬间将她拨得光溜溜一团。 暮连重重,暗箱隐隐,室内为了避免惊扰病人,光线暗淡。 厚重的垂帘将与生人生都阻隔在外,四面没有人,极度的安静。 极度的安静里燃起极量的火。 她挣扎着,支起脖子去看床上的女儿,嘴里嘀嘀地道。 她在,她在,不能。 不知怎的,那语气里娇媚多过拒绝,娇喘细细,香悍微微。 听到她耳里,顿时便是狂喜,暴力如她这般反应,已经不是推剧。 她一声不吭,将自己完完全全压下去。 四十岁保养良好的女子,浑身的秃凹,精美有致,一触身便像触上一团云,或者是一头玉,或者是世间最柔软的芳草。 她仰起头,张大嘴,呼吸几声。 不这样,便不能抑制身体里的鸡血和身影。 原来,几十年同男子岁月,当真是件蠢事。 原来,抱着心爱的女子,是这般美好销魂,令人不可割舍。 她抱着那样的女体,纵横驰骋。 两人都湿了一身的汗,肌肤滑溜溜,湿逆逆像鱼,滚成一团,在地下,在黑暗的镜室里,在她女儿的床下。 技巧生疏的她,终于找对地方将自己填进去的那一刻。 她低而欢快地叫了一声,而她脑中轰然巨响,身体里发出戛然断裂之声。 断裂之后,便爆出灿烂的烟花。 金光四射里,反反复复略略过那四个字。 平赏去入 平赏去入 世间原有极乐如此,过往几十年,统统白费。 漫天漫地的金光里,多年压抑,终于爆发。 滚成一团敖战不休的激男恶女,混忘了自己,混忘了身份地位。 也混忘了天地玄黄。 欲望之前,众生平等,本就没有地位身份之分。 却突然有人冷冷地笑着,毫不掩饰地笑着,大跨步从外面走了进来。 带着风,带着雨,带着僧寒的煞气,带着凛冽的仇恨。 步履生风地穿过回廊,越过阁扇,踢开紧闭的屋门,掀起重重连目,畅通无阻杀气堂堂地走了进来。 他笑,挥舞着手中的金鞭,一鞭子就抽醒了床上,本就被地下大战惊得睫毛欲闪,快要醒来的石黄女。 来,起来,快看你妈和你叔通间。